小伙伴们有没有有时候会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这个短信啊 就是陌生人给你发的 如果你是男性的话呢 你可能会经常看待一些就是长相甜美 事业也很成功 看起来也很多钱的那种白富美啊 就是找你主动的找你啊 就是哎某某某那个我听说谁介绍给你 你在澳洲对不对 然后他们呢可能会故意叫错哪名字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你的真名是什么 然后是女生的话呢 你可能也会收到类似的一些短信啊 那么可能更多的时候呢 一般来讲是一个帅哥对吧 一个高富帅给你发了一个信息 所以这个时候不管你是男性还是女性 只要是你的思想上呢 稍微有一点点的松懈 有一点点的放松的警惕 也许就很有可能让这些人呢钻了你的空子 因为这些人来找你的并不是某一个陌生人 真的要来澳洲了 或者因为什么其他的事情不小心找到你了 他们真的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你好我是罗帅 带你有买家视角看澳洲地产和财富投资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频道的话呢 千万不要忘记了订阅这个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以后 关于澳洲房产和财富投资的精彩话题了 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讨论的是关于杀猪盘的这个问题 那么前不久呢 就是这个BBC也发布了一个记录片 就是关于杀猪盘的这个 那这个影片呢 虽然说时长只有差不多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呢 据说呢 他们是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长 才能把这个视频录制好 那根据联邦银行的统计呢 澳洲人平均是每年会受到250次的这个scam的攻击 那有些的这种scam或者骗局呢 是比较简单粗暴的哈 是直接的就是给你发一个信息 说啊 你的这个付款已经overdue了 对吧 你已经延期支付了 所以呢 你要赶紧的把你的某个款项附上 要么呢 是你的亚马逊会员 要么是你的这个路费的账单 或者说呢 你的某一个水费电费的账单 那可能稍不留神的 你就中了他们的圈套 然后呢 就陷到里面去了 那有些的呢 可能更高级一些 他会精心的设计一场骗局 甚至有很多的人力 参与到这个里面 那最夸张的 我之前是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有30多个人 在一个群里面 就是为了骗那一个人啊 就是30多个人组了一个局 全部都是托 就只有那一个人是韭菜 那么新加坡之前就有一份报道 说的是在全球范围之内啊 就是在2021年的 这一年期间里面 就有550亿美金的损失 就是因为这些骗局导致的 那么同比于2020年的话呢 是上升了16% 非常大的一个增幅啊 那70亿美金 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啊 你要知道就是在2016年的 这个里约热内卢的 这个奥运会的总投入 也就不过70亿美金 而在2021年 就是新增的这个骗局的 这个损失呢 就已经超过了70亿美金 那也许有些的小伙伴 对于杀猪盘这个概念 还不是特别的理解啊 那么其实杀猪盘呢 就是对于我们这个韭菜来讲的 我们其实就是那只猪 那么为什么叫做杀猪盘呢 就是因为这些人在杀猪之前呢 要把这个猪养肥 养到足够肥以后呢 他们才动刀 因为上来如果你还只是一只小猪的话呢 它从你这里割不到多少肉 那么杀猪盘 它的经常的一个套路是什么呢 这个和你普通收到的一些信息的 这种骗局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杀猪盘真的是 它是充分的利用了人性的弱点 就是这些人 我觉得如果他们用到正道上的话呢 我觉得他们也是可以挣很多钱的 但是毕竟这种行骗这种东西 对他们来讲是成本非常低的 因为他们更多的呢 是用人贩子给他们犯来的人 那这些真正的去执行 这个杀猪盘的这些员工呢 基本上都是他们强制控制来的这些人 可能很多时候呢 都是在一些比较落后的这些国家的 某些三不管的地方 甚至很多时候呢 可能政府也有参与其中 比如说在这个BBC记录天里面 就提到了这样的一位女性啊 就是她呢 是在最开始的不小心 收到了这样的一个短信 然后呢 就跟这个陌生的男人呢 就是来来回的没事的时候聊一下 慢慢的就发现 这个人对他真的是无微不至的关照 甚至你会发现 就是在你的这个人生之中 从来就没有一个人 对你这么的关心 这么的无微不至 那么即使就是你对这个生活本身 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哇你对生命整个又燃起了希望 你觉得整个生命 全部重新拥有了意义 对吧 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 这些骗子的这些手段 你就是作为一个男人 作为一个老公啊 我有时候觉得 哎呀真的自愧不如 就是我做不到啊 对吧 就是她的那些东西 就是让我去想 让我去做 我觉得哎呀 真的是好累啊 对吧 但是这些骗子情商就是特别高 对吧 她能把这些女性呢 真的是骗得团团转 是吧 你就想想这种情况啊 不管你是一个男性还是个女性 你碰到异性这样对你好 然后呢 她本身又不差钱 对吧 还说有可能呢 将来会去到你那里 去那边做项目 做生意什么之类的 人长得又俊又帅 或者又漂亮 对吧 身材又好 然后还多金 然后对你有特别温柔体贴 然后不管你是什么样子 对你一点都不嫌弃 你说这种完美的人 说我了个天 你说哪去找去啊 比如说你看这个世界首富马斯克 对吧 那她就是事业上牛逼 没得话说 但是她生活上 可能对于很多女性来讲 她就是个渣男 但是你想想作为一个普通人 你遇到了这样的异性 又有钱 又有颜值 又有多金 对你还温柔体贴 谁抗拒得了啊 这个就相当于你去买房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一个特别好的房子 对吧 它的价格又便宜 地端又好 房子本身也好 没有任何的问题 拎包入住 面朝大快 春朗花开 上班还近 你就发现这个东西跟做梦似的 对吧 那当然这种房子呢 就是你真的要遇到话呢 你可能退回几百年前 也许你能买得到啊 但是现在你肯定是找不到 这样一个房子了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在这个杀猪盘里面的时候呢 这样的人 他就真的是存在的 对吧 他可以给你这样 无微不至的这种关怀 并且人家还不杀钱 人家还有很多钱 人家有赚钱的手段 对吧 甚至人家还教你怎么赚钱 所以当他们慢慢博醒你的心 跟你无话不聊的时候呢 就会有意无意地去透露 他们做的一些 稳赚不赔的项目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会拉你上车 说哎呀 这个项目稳赚不赔啊 你投一点试试啊 对不对 对不对 尤其是这种 感觉又没什么风险的 这种赚钱方法 而且呢 你投一点点小钱 对东西呢 又不是很大 对吧 就算损失了也无所谓 就算认信了一个人 但是人家是放长线掉大鱼 先让你在前面的时候呢 尝到甜头 甚至你的钱还能取出来 等你加大了投入的时候 哎 对不起 关门 杀猪 甚至有时候呢 真是把你扒得一干二净 这个时候呢 他才会消失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有多少人在经收过 这样的打击以后呢 会选择咨询短路 那在视频里面 这样坚强的人啊 甚至就是在自己 遇到过这样的一个 这么大的坑以后呢 还愿意去为其他人 去奋斗的这个人 我真的是很敬佩他们 而且这些杀猪盘 他们的这个窝点呢 一般来讲都是在这个 第三方的国家嘛 那么即使你告诉了 你当地的警方 那对于他们来讲 他们也没有办法 去追回你的损失的 因为这个钱呢 已经到了海外 已经不知道被洗了多少 便洗干净了 也许你会觉得 就是这些人 为什么这么傻 就这么简单的骗局 为什么就是他 没有办法去戳穿呢 或者是他为什么 一开始怀疑的时候 但是这种怀疑 可能就是一闪而过 但是最后呢 依然还是会被拉上嘴船 然后自己损失特别大 其实这个就是 对于人性来讲 真的是很难去说啊 因为当一个人 需要关怀的时候呢 这个人有关怀 能够去填补 他内心的这个空缺的时候呢 是很容易去相信一个人的 而人们在做件事情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特别感性的 没有什么理性可言的 那这个其实就有点像 大话西游里面说的 就是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嘛 其实有时候对吧 不爱一个人才需要理由 对不对 爱一个人是没有理由的 这是很感性的一个事情 所以有的时候 就是人到了那个时候呢 真的会智商下线啊 俗称的就是没带脑子 但是这没有办法 真的不是这个人本身的错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 人的一个设定 人性本身就是如此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好防范 去就是避免自己 陷入这样的一个杀猪盘呢 其实首先一点啊 就是这种陌生的短信啊 就是你千万千万不要去相信它 就是没有那么多所谓的偶遇 或者巧合 就是韩剧不要看太多了 生活里面没有那么多的霸道总裁爱上你 就中国有句话呢 叫做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就是你得想想 如果一个人对吧 他对你那么好 他到底图你啥 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很物质 很现实 对吧 我们就是也是希望有爱情 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理想主义 但是呢 我们一定要认清现实 就像罗曼罗兰说的 就是什么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或者真正的勇敢 就是当你去认清了现实的残酷以后呢 你依然选择去热爱它 但是首先的第一个前提条件呢 是你认清了现实对吧 然后你依然选择去热爱它 对吧 而不是说你没有认清现实的情况下 你直接去热爱它 那这个呢 是脑子有点臭臭了 真的是有时候你看到这些故事都有 你挺为这些人感到惋惜的 但是有时候没有办法 就是人们到了那个境界的时候呢 也许我到了那个时候呢 也许我也会突现同样的这个事情 我也不知道我会做什么样的事情了 因为当你的生命很无助的时候呢 有这样一个人愿意去倾听你 愿意给你帮助的时候 你真的是愿意去相信这个人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你一定要回归现实 去理性的去思考 用你的这个左边的半导去思考 理性的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东西对你来讲 真的意味着什么 它到底图你什么 然后第二个需要方法呢 就是对于所有的这种投资项目 你一定要非常的谨慎 你要去理解这个投资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投资房地产呢 就是因为房地产这个东西 我能看得对于大多数的 普通人老百姓来讲 这个东西特别好理解 但是动不动跟你说一个什么 轻能源的项目也好 对吧 或者说动不动呢 就是跟你说什么 这样的一个稳赚不赔的项目也好 当你去想去赚快钱的时候呢 你想去赚里面的高的一个利润的时候呢 人家可能看中的是你的本金 所以呢 就是千万不要有这种一夜暴富的这种想法 因为你要知道 就是所有能够赚快钱的办法 99%都在刑法里边 还有1%可以合法赚快钱的办法呢 其实更多的时候是用的这种信息不对称 信息差的这种办法 或者说呢 有个非常强大的护城河 那么你作为一个普通人呢 其实你是根本没有办法 获得这样的信息不对称 或者这样的一个强大的护城河的 那我们普通人拥有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拥有的只有时间和耐心 所以这个才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个优势啊 就是我们的可以利用充分的时间 来过好我们的生活的同时 对吧 去做好投资 让这个事情呢 为我们的这个生活 去加倍我们的这个回报 而不是希望就是通过什么一个窍门啊 就是很快的去挣到这个钱 然后最后呢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呢 就是保持一个开放的头脑 因为很多时候呢 又发现这些身在局中的这些 被杀猪盘的这些韭菜们啊 就是他们其实很多时候呢 会得到朋友的一些这个提醒和建议 就是哎 这个东西可能是有问题的 有骗局 对吧 你一定要小心 或者你千万不要去这么做 但是呢 很多时候这些杀猪盘的高手们 已经在这个之前呢 给这些人打好预防针了 就是让他们觉得 你的朋友都不希望你更有钱 他们都不是真正的为了你好 我才是真正的为了你好 我带着你赚钱 但实际上真正为了你好了 只有你自己 然后也许就是你妈 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人能说 我是真正为了你好 那就算我本身也不是 对吧 其实我做的这个买家代理行业 就说白了 就是我为了别人好 为什么因为我能赚到钱 如果这个人说 罗帅你能不能免费帮我服务 对不起我做不了 对吧 因为我也要生活 所以我为了我的客户好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为了我自己好 因为我知道只有我 当我服务好他们的时候呢 他们才会给钱我 就这么简单 对吧 但是我明白这里面的商业逻辑 就是我需要给我的客户 提供足够多的价值 那这样的话呢 我才能获得足够多的回报 所以其实看似是 我在为我的客户好 对 确实我结果上来讲 我确实是为他们好 但是从最终的结果来讲 我还是为自己好 因为我的生意可以做得更大 我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我也可以自己去买更多的房子 所以当你身边的朋友 在劝说你的时候呢 他也许有时候 并不是真的说 不愿意看到你好 甚至有时候 他可能真的是 自己不相信这个东西 所以呢 他给了你一个善意的提醒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其实是要做一个 非常理性的判断 就是你要综合多方面的考虑 去给出一个综合的 你自己的意见 说这个东西 你到底觉得 是不是适合你的东西 回一个我刚才说的 任何高回报的东西 你一定要谨慎的看待 因为99%都已经写在刑法里面了 我再强调一遍啊 99%已经写在刑法里面了 剩下的1%呢 我们普通人根本没有办法 获得这样的信息不对称 或者这样的强大的一个互称盒 我们最好的 其实最简单的投资的办法呢 其实就是稳扎稳打的 一步步的去做 时间是我们的朋友 千万不要把时间 作为我们的敌人 其实当我看完了 这个BBC的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呢 我是挺感慨的 因为其实作为那些受害者来讲的话呢 我相信他们是非常非常难受的 那这个纪录片里面 这些主人翁呢 其实他们是有勇气 站出来面对这个自己的过去的 并且呢 愿意帮到其他的人 但是你想想 有多少的人 没有办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 而且其实说老实话 这些拿着杀猪刀的骗子呢 其实他们有时候也过得很惨 因为我相信大多数的人 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还是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所以很多时候呢 是被逼无奈 因为他们不做呢 就会受到这个破坏 但是没有办法 也许他们最开始的时候呢 能到那个地方 就是因为他们 听了别人的一个高薪的工作的邀请 就是啊 这个工作很轻松 然后薪数很高 你只要来我这里 我就带你去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不想想 自己的优势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可以找到 这样的一份高薪的工作 还是那句话 99%的快速赚钱的方法呢 都在刑法里边 所以这个事情呢 也是让我进一步的 就是加深了 我需要去更多的 去扩大我的影响力 帮助到更多的小伙伴们 让他们知道说 在这个财富的这条路上 应该怎么去走 能够更加的稳健 给自己的家庭 带来足够的财富 因为人的注意力 其实是有限的 其实现在大家来讲的话 就是很多时间 可能就是在刷手机 看短视频等等的 或者是干其他的事情 所以你多看我的视频 一分钟的话 你就可能少一分钟 受到那样的干扰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 你能够点赞评论 并且说说你的一些 就是防骗的经历的话 我相信也能够报到其他的人 同时也会让这个视频的算法 记得把更多优秀的视频 推到你的面前 所以总结下于今天的内容 其实主要讲的是 杀桌盘 以及你如何去规避它 但其实这里面 是更多的是一个 投资的核心的理念 就是你要和时间做朋友 以及你不要去相信 天上会掉线笔下来 因为天下真的 没有什么午餐是免费的 即使你认为这个东西 现在的价格标签是零 是免费的 但实际上它的成本 它给你带来的 潜在的一些隐患的成本 可能是你无法想象的 比如说投资里面也是这样 就是有时候 你获得了一些 免费的建议来讲 也许它是最贵的建议 比如说一个销售中间 告诉你这个地方 它的房子 动不动不赚钱 将来能够有什么 好的一个发展机会 对吧 你免费的跟他 做了这样的一个咨询 买了他的房子 结果你可能发现 这个房子几年都没有 什么涨幅 甚至你卖的时候 还得亏钱 如果你真的想要 认真的投资 并且你觉得房地产 能够给你带来一个 稳健的投资回报的话 你可以来找我 做一对一的投资咨询 并且这里有份报告送给你 我做的买房的检查清单 希望能够在你买房子路上 能够让你少走弯路 多避开一些坑 然后视频最后 我也是非常感谢 就是大家对我的关注 因为现在就是 经历这个频道 两年多的时间 也会获得越来越多的 一个听众的认同 也找到了很多 价值观相同的 这些小伙伴 那么在将来的 这个时间里面 我也希望能够更多的 去给大家分享 我的一个投资经历 告诉大家如何 去选择一个好的房产 以及更多的 关于财富投资的一些信息 所以如果你就是 第一次看我的频道的话 希望你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错过 以后的精彩内容 我是罗帅 带你有买家视角 看澳洲地产和财富投资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你直接说 你要骗我多少钱 我这边要骗你多少钱 对吗 我直接打到你那卡 不多不少 九万六也是可以的 先生 我跟你说 你去免北多学几年吧 我这边已经来了三年了 我在新加坡 我们没有提前 我们是回不来了 这边的话 是被强制性的绑定的 那我这边帮你 帮你报个警有用吗 没有用 没有什么有用 我们这边有尝试过 并没有任何作用 你是中国哪个地方的 我们是中国西装版纳这边的 你可以提供一下 你家人的联系方式 我这边可以帮你联系一下 这边的话 但凡我们说电话号码的话 都会被电棍揍的 我去 我们是说不了 然后你们通话是会录音的吗 对的 那你刚刚跟我说这么多 你不怕被打啊 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只要不说号码就是可以的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您这边把电话取消掉吧 先生 要不然的话 等一下我们又被打了